而接着咨询的镇代表吴新闻 除了是关注南区医疗交通 就台九县芒果露宿处置等议题 也特别针对了镇内就龙虎营区土地规划利用 咨询建议朝社会住宅 或者是青年住宅来发展 对此镇长龚文俊也乐见其成 并表示 昨天也特别亲自北上国土署来进行简报争取 希望能够摧平中选共同来推动建设 同样关注玉里医疗服务的提升 以及芒果露宿公园累球场等公社环境的维护管理的镇代表吴新闻 图文并茂直询的同时 对于玉里镇内就龙虎营区土地规划利用 直询建议朝向社会宅或青年住宅方式来发展 释放出来以后有蛮大的地块 那是不是我们常说我们希望青年能够回乡 希望我们这里的公务员有比较安定的地方 那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可以规划成 比如说青年住宅或者社会住宅 我们知道在新城乡 华里县政府在新城乡 在北区有规划社会住宅 目前也在执行使用了 那为了平衡南北区 我们花里有100多公里 那我们南区尤其玉里的重镇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机会来发展成青年住宅 或者是社会住宅来教会我们的 吸引我们的年轻人回乡 有一个稳定住宅的地方他才有办法去做其他的事情 面对郑代表吴欣文的质询建议 郑长龚文俊达询说明 郑公所推动银区土地火化再利用的作业进程 也郑重宣布 昨天也亲自北上国土署进行简报争取 希望在全国竞争型计划中能确评重选 共同推动建设 昨天好债好债代表会有让我过去 因为总共有吉安箱花 收红箱跟义里镇过去 那我们的问题就是那边 志强路一直通到新兴街那条道路 他说第一个没有通 那么这一块我们要非常谢谢代表会 在107年的时候就已经从我们一条特别议算 也就是说要这个装盘专用 就是要征收土地要用的话 2000万虽然不多 但是最起码我们到时候如果基于需要的时候 那边如果买那个土地 私人土地买了以后 那边整个就可以通了 所以这个是OK的没有问题 郑长龚文俊也一致赞同 郑代表关注咨询建制社会宅或青年住宅的建议 另外在扩大围形保险服务 玉城部落居会所亡羊补牢 执行建设就案陈储奖励 光复路人行道 反驱工人才培育 三民社系精神堡垒拆迁补偿 提报客委会争取整顿洗衣亭计划等等 郑代表吴新闻利用一个小时的咨询时间 注意向郑公所相关客室主管咨询与建议 记者是越南玉璃镇采访报道 正好 感谢观看